现在介绍SBI国际汇款的邮政储蓄支付卡的使用方法 每一位收款人都需要注册一张邮政转账支付卡 这不是邮政银行的储蓄卡 注册时请致电SBI国际汇款公司 在邮政银行ATM使用邮政转账支付卡 依次可汇入10万日元,包含手续费 现在来实际操作一下 这是邮政银行的ATM 现在是ATM的操作画面 请选择Gosokin 请选择Hara Ikomi Senyo Card 请插入SBI国际汇款为您邮寄的邮政转账支付卡 请您稍等,正在切换下一个画面 请确认以上两项准确无误后 按确认件 请输入支付金额 因输入的支付金额为汇款金额 汇款手续费以及入款手续费的合计金额 例如,如果输入15000日元 实际汇款金额是15000日元减去汇款手续费880日元 减去存款手续费120日元等于14000日元 汇款手续费因收款国及汇款金额而易 详细内容请参考以下网页 www.remit.co.jp 请将纸币放入入款口 画面将显示出在第六部所输入的支付金额 点抄中 请确认金额 如果正确请按确认键 入款手续至此结束 请妥善保管好 交易名系单 汇款手续很简单 请不要忘记邮政转账支付卡和收据 现在说明一下什么时候能收到SBI国际汇款公司发行的收款验证码 如在平时邮政银行工作日9点至11点半之间汇款 将于当天15点至16点之间发送收款验证码 11点半之后 以及非邮政银行工作日的汇款 将于下一个邮政银行工作日9点以后发送收款验证码 收款验证码将通过已注册的email和SMS通知 请将收到的收款验证码告知海外的收款人 接下来说明汇款金额超过10万日元的手续 请在平时邮政银行工作日营业时间内 前往邮政银行窗口 填写邮政银行的蓝色申请表 将邮政转账支付卡、现金、身份证件递交给工作人员 邮政银行的所有营业所都放置了这种蓝色申请表 蓝色申请表需要填写的仅有送金金额一项 领取汇款收据、汇款手续结束 收款验证码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通知 汇款手续实际上挺简单 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请参照邮寄文件中的相关资料 或直接致电SBI国际汇款公司代理店咨询 谢谢